好 余小强 冷冷冷冷 你干嘛 我对你来来来出案 我对你天津月月 你年早有人 别闹了 人家保安一会儿出来抓你 余小强同事 高嘉明老板 承邀您今晚去本公司 厉临指导 小包子 慢点下来 随本公一起前往 好 一 二 怎么样 还行吗 好美啊 这还能看到黄虎江呢 叫养鱼吗 废话 养什么鱼 美人鱼 我去 我的公司 麻雀虽想干什么 照着就却了 还仅仅有条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 你在那儿 我去看一眼 我去看了 我去看 你看的 你挖什么呀 我观看了 真棒呀 文公 看完了 咱俩回家吧 有事啊 我没事啊 看了那种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你在敷衍我 没有啊 你是不是真有事啊 那个老刘下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就知道什么事啊 他说 他妈想看看毛毛诗穿那新衣服怎么样 他一会儿带着他妈妈到咱们家来找我们 你答应了 我没有 我跟他说 我得先跟你商量一下 有什么好商量的 你现在就给他们打个电话 告诉他我们俩今天晚上有事 让他们别来了 不太好吧 他说他妈昨天晚上都哭了 老人老了嘛 就是想多见见孙子 你心软了 也不是 要是老刘我肯定拒绝了 但是你怎么拒绝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呢 岳小强啊 这种电视剧的台词你的戏 你是不是言情剧看多了呀 你今天晚上就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态度 当断不断后患无穷 你想一辈子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我知道 我保证以后一定听你的话 今天能不能 给我 今天晚上手机放我这儿 你把电话挂了 你把电话挂了 咱先上车 突然之后再给他打 不 我就站在外边等 我看他多晚回来我都等 我要让他知道 不 我就站在外边等 我这个做奶奶的 为了看孙子 我的心有多成 行 我在这儿陪着您一块儿等 你到车上去 嗯 一会儿包家明回来看到你 两人又起冲突 我怕他干吗呀 哼 喂 知道了 谁打电话呀 小管 她说什么 老太太来了 一直在楼下等着呢 你看这老太太都到了 这老太太都到了 哎呀干吗呀 不就是给孩子试个衣服吗 试完了人家就走了吗 你现在就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 大冬天在外面等着 你就在这儿坐着 然后我们俩都在这儿 有意思吗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老公 我保证从今以后一定听你的话 你善解人意 温婉贤良 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吗 生活就是祸心泥嘛 你是泥我是水 你才是泥呢 我是你 咱们俩在一起搅合搅合 才能水泥浇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嘛 其实我老公也不是一个 融不得沙子的人 你是一个多么大度 多么洒脱的人 你不是也经常跟我说 善待别人也是给自己积福报 对吧 行 行 行 咱们别废话 水乳浇融都说成水泥浇融了 帮我把衣服看上 水还小龙 拿好了 是 来 怎么不坐在车里等啊 着急 车里啊坐不住 我相信你会回来的 总算没白等啊 进屋吧 你不上去啊 我妈上去就行了 我答应过小强 不上去 你上去吧 我就在这儿等 来 把手放进去 阿姨啊 喝茶 谢谢 看看 奶奶看看 妈好像是小了点 你在哪儿买的 你把票给我 我给她换得大也好的 不小 现在流行这种短款的 来给奶奶看看 我看看 小孩长得快 这衣服肯定挺贵的 明年就穿不上了 明年奶奶再给买新的 来 告诉奶奶 喜不喜欢 不说 你怎么能说不喜欢 喜欢不喜欢 那你要叫奶奶 打死你 奶奶 那个 好了 我就不打搅了 我先走了 小强谢谢你啊 别老说谢谢 奶奶走了 走我们送奶奶 妈妈抱啊 妈妈抱 佳明啊 谢谢你啊 还让我这个老太婆看孙子 阿姨 要不您再坐会儿吧 不了 谢谢 光药还在下边等我呢 谢谢 那那我走了 走送奶奶啊 要奶奶抱抱吗 奶奶抱 奶奶抱 很生的吗 乖了 要奶奶抱呢 你看看 小心抬肩 光药啊 试过了没有 试了 合适啊 叫爸爸 爸爸 好乖 过两天爸爸来看你好不好 好 来 赶紧 外边冷 抱她进去吧 跟奶奶再见 跟奶奶再见 再见 飞一个 我 快进去吧 行小强我们走了 好 我们再见 小强啊 谢谢 好 拜拜 进去吧 嗯 拜拜